嗨,大家好,我是坦平树,等着大家,真正的中国,今天是2023年12月10号,这一期啊,纯粹是闲扯,扯什么呢?扯的是山东省啊,今年公务员考试啊,它的深论题目叫,青州乙壮大桥,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啊,我啊,没有经历过公务员考试,不知道公务员考试有什么要求,也没有看过这方面资料,培训,我想肯定有吧,如果你要考公务员,肯定会有培训的相关资料,你各个省的公务员考试,恐怕各个省的资料也不一样 当然它这个题目啊,非常有意思,叫青州乙壮大桥,所以我啊,来分析分析,我一个没有参加过公务员考试的,没有接受过培训的一个人,我是如何来写这篇作文,它深论嘛,无非就是,要么就是概括总结啊,要么就是分析问题,对吧,一篇文章里面,或者一篇材料里面,让你概括总结啊,有哪些问题,有哪些什么,最后得出什么个结论,这是概括嘛,还有分析,就是说,给你一篇材料,你分析,有哪些问题,哪些因素,等等吧,然后,还有是, 就是提建议,对策,怎么解决,类似义论文吗,差不多啊,就这意思,那这个,它深论题目叫,青州乙壮大桥,我来谈到我的看法,供这个,如果你是在读的大学生,或者你现在正准备公务员考试,可以啊,探讨一下这个思路,首先啊,想到这个青州乙壮大桥,咱们分析啊, 你得知道这个,出处,来源,它原始的意思是什么意思,那就是,李白的诗啊,叫早发白地城,朝辞白地彩云间,千里降临一日还,两岸原生提不住,青州已过,晚重商,它这里面,原始的意思啊,这具体的大家知道什么,大概就行了,总之李白啊,他到了这个白地城啊,就是那个白地城脱沽啊,刘备在那脱沽, 白地城是,就那个地方是个咽喉要道,呃,扼守住白地城之后啊,你要想顺着江打进这个四川,对吧,入川呢,非常难,那是咽喉要道,出川呢,哎,到了白地城,基本上就是最后一站了,后面就是一马平川,大概这意思,你就理解这个就行了,那这个李白啊,从白地城出发,早上,对吧,坐上船,离开白地城,实际上它前途是一片光明,前面是一马平川,江面越走越宽,水越来越不及,也没有那么多暗流,也没有那么多这个, 危险,你说你过了这个三峡,后面参加,哪有什么危险呢,所以说他说千里江陵一日还,那你就很快就到了江陵啊,然后说啊,两岸原生提不住,哎,这个原师的意思啊,恐怕它是双重意思,这表面写这个两岸,这个猴子叫啊,哎,三峡那两岸是有猴子叫啊,船上是可以听见的,很多啊,哎,提不住,就是在猴子的吵闹声中啊,这个船呢,已经过了这些山山水水,万重山嘛,但另外一重意思,恐怕也是李白啊, 他那个心情,他是血液的,那些反对李白的,骂李白的,哎,李白遭受的种种压力,都抛出脑后,都解决了,两岸原生提不住嘛,那猴子叫你就多烦吧,象征着谁,那些阻力都已经没了,所以清州已过万重山,咱们先搞清楚原文的意思,然后山东的声论题叫,清州已经撞大桥,所以话锋一转了,大家想一想,这个清州啊,本来已过万重山,下面就是一片坦途,结果撞上大桥了,跟这个原师的意思, 完全180度转,作为声论题啊,那你怎么分析呢,所以我啊,谈到我的看法啊,这个清州啊,你可以理解成,当下最热门的,就是发展经济,中国的经济发展,如果你是当地啊,比如山东,那你有可能会说山东的经济发展,实际上你应该思路,是从这个点到面,先从山东说起,因为是山东的这个声论题啊,先从山东说起,山东的经济发展, 然后再扩展到全国,再扩展到世界,你要层层递进啊,你具体到山东,经济发展,他怎么就撞了大桥呢,不管是山东啊,还是中国,还是世界,清州撞大桥,那不就是交通事故吗,周回桥王,相争着啊,这个发展,遇到了阻力,遇到了障碍,那具体山东,他经济发展遇到什么障碍呢,这个就要搞清楚了,船,那是天经地义的,那是经济发展,发展经济, 本来乔,船啊,对吧,在江上,顺江而下,一片坦途,预示着啊,这个经济啊,长期发展向好,稳重向好,这个局面是不变的,清州什么意思呢,不是说这个体量小,不是说这个经济啊,体量小,反而是说啊,经过某种思想解放,某种改革之后,大家的担子清了,思想包袱清了,那李白就是这样的,他因为他得到这个好消息,那阻力都没了,原神提不住嘛,所以说清州嘛,一过万重商,咱们的经济,咱们的改革, 也是经过了某种变化,或者某次会议,提出了什么新的口号,比如说这个,稳中求进,什么以进促稳,先立后破,等等啊,就这些新的提法之后,那这个船啊,就变轻了,思想解放了,那就步子就大了,发展就快了,结果钻上桥了,那这个桥有没有道理呢,谁设置了桥呢,能不能没有桥呢,没有桥你就钻不上了,所以桥的存在的必要性,所以你就得分析啊,山东这个阻碍经济发展的桥是什么,桥的存在, 有没有必要,这很显然桥是必须的,你现在大江大河上面必须修桥,你不修桥,怎么叫天线变通途呢,所以啊,桥是必须的,青州要快速发展也是必须的,那就是经济发展中遇到了不可消除的困难,就是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,新困难,这就是桥,你结合了山东啊,对吧,我对山东不是特别了解啊,你要是山东的考试,你对山东更了解,对吧,山东的经济转型,怎么样青州,青庄山镇,山东啊,在过去二十年,三十年, 改革开放之后,它是一个门内齐全的一个大省,工业农业都有,而且工业发展的非常不错,它农业呢,它也有,外貌呢,它有那么的港口,所以山东是个门内非常齐全的,但是这二十年它落后了,为什么落后,它的落后不是说落后四川啊,落后安徽,它落后长三角和珠三角,对吧,这个什么原因,所以这个山东省怎么解决呢,要调结构,对吧,它以前主要的是重工业,机械制造, 那重工业,比如山东的那些钢铁,那些电解铝啊,有色金属,加工,那些什么矿,金矿,煤矿,这些都是代表过去了,傻大黑粗,高能源,高物耗,高物染,高能耗,低效益,这个在二十年前它是个宝贝,那时候中国没东西啊,现在呢,都是平台经济,数字经济,算法,人工AI,新能源,这些东西哪个跟山东挨着,跟山东没关系啊, 电商,手机制造,芯片,存储,凡是跟新经济有关的,它跟山东就没关系,那你说山东问题出在哪,山东需不需要调结构,是不是需要树立新的发展目标,它还抱着这个陶瓷,钢铁,煤矿,这么一路发展下去吗,正以为山东啊,它的工业生产,主要是这些门类,虽然齐全,但是你看,导致它的这个港口啊,它的外貌,它比不上猪三角,长三角,实际上,刚改革开放的时候,山东这个外貌,不比广东和江浙差啊, 比他们可能还好一点,那个青岛很厉害的,但现在你看看青岛,已经暗淡无关了,这个跟它的产业结构是有关系的,那山东的桥是什么呢,山东的桥,那就是,我举例子啊,叫双碳经济,碳中火,零碳经济,那你说双碳经济有没有必要呢,它就像桥呀呢,它是必须的,那中国干加入这个什么,卡塔尔的,什么那个,世界碳排放什么,什么气候协定吧,干千万字啊,你千万字了,你记得干了,就得要碳排放,碳中火啊,那这个对山东来说,它就是桥, 山东的发展,就撞上这个桥,那怎么办,是桥给你让路,还是你给桥让路,是这个桥调整一下,还是你得适应这个桥,对吧,你得从桥洞下过去,你怎么样避免撞上大桥,对吧,是不是要修正一下,山东的这个桥结构啊,产业发展,对吧,未来五年十年方向,避免它撞上这个大桥啊,这个桥已经存在了,这个桥也是必须的,这就是双碳经济, 我只举一个例子啊,什么高质量发展,高质量发展就含有这个双碳经济,这是山东啊,你再推荐到全国,那全国这个青州是什么青州啊,也是经济,也是对吧,自从多尔大以来,提了哪些概念,关于经济这一块的,关于发展这一块的,它是怎么说的,总之结果就是,这个思想包袱放下了,巨金会省搞经济,搞发展,谋发展,谋发展,谋高质量发展,这个也是青州啊,没有包袱了嘛,那就发展经济, 那对中国来说,桥是什么呢,这桥就变成了中美关系,中国要谋求高质量发展,但是又遇到了中美关系,美国是以国家安全,为理由,它限制中国,那中国呢,也要这个叫制造啊,要升级,就中国我不能总是低端制造啊,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,因为世界它是,第一流的是美国,或者是欧洲,中国是在中间,下面还有印度,越南,菲律宾等等啊,这些待发展的国家,或者是发展中国家,或者是落后国家,你看看,这些下面的发展, 要发展或带发展的国家,他们有没有发展的必要,他们有没有发展的权利,他们应该不应该发展自己的经济,这个答案是不言自明的,那这些国家,它要发展自己的经济,那它就发展制造业,你要不你让它发展什么,科研什么,高科技什么,搞不了啊,它只有发展制造业,它制造业它的优势就是,一,人工便宜,第二个,有的地方,地大物博,人还多,所以这些带发展国家,或者是发展中国家,它也要发展经济,它发展经济,直接的竞争对手,就是中国,它抢的就是中国的饭碗, 抢的就是中国的市场,卷的就是中国,因为它卷不了美国,那逼着中国怎么办呢,它就产业升级啊,它也都完善卷了,你看中国以前的服装,什么鞋子,那也都到印度啊,孟加拉啊,或者越南去了,为什么呢,就被别人卷走了,因为别人成本更低,那在你这生产,即便没有贸易账啊,在你这生产也不合适,在印度生产,孟加拉生产,或者是印尼,那更便宜,所以这些产业就被别人卷走了,咱们的工作机会就更少了,为什么那么多农民工都回家了,都在地里跟人抢, 红薯啊,抢那个收割之后的,那剩下的那些农作物啊,不就是因为他没事干嘛,城里工作机会都没了,本来他们在 鞋产上班,在那个拧螺丝,或者工地上,一天两百三百的,你说他会去抢那些,地里的那些,剩下的农作物吗,他不合算呢,他没那时间去抢,人家城里打工一天挣两百多,一个月挣七八千的,谁会去抢那玩意啊,不就是因为工作机会都没了,他只能回老家,回老家地也没了,地就租给大户了,所以他们无所事事,但是他还 他要改善生活,他要赚钱,闲着也是闲着,所以都跑去抢,他没有机会啊,没有东西啊,就是这个道理啊,就是咱们低端制造被别人卷走了,这是外在压力,内在压力什么呢,就对中国来说,我们自身本身就要向高端转移啊,你不转移,你低端被人抢走了,你高端你再不去向上转移,那你不就机会越来越少吗,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自身需要,一方面也是被外界所破,竞争导致的,所以我们只能完上卷,完下卷卷不了,因为你人的生活水平上来了,你说我们也可以 可以降低工资,对吧,一个月给你就发两千块钱,让你做协,如果你要这么干的话,那那些低端产业还能回来,问题是干不了啊,现在年轻人你让他一个月两千块钱在厂里上班,不可能的,所以说我们也是被逼,吞龙换鸟,要升级换代,那你万山升级的时候,实际上卷美国啊,卷美国西方啊,他们本来是,对吧,他是在收敛的顶端,他本来过得挺好的,没有什么太大压力,结果好我们来一个这个卷的,要抢饭晚了, 咱们卷美国和那个印尼啊,印度卷中国是一个道理啊,逻辑是一个逻辑啊,那对美西方来说,这当然不舒服啊,换句话说,咱们卷他,他卷谁呢,他没得卷了,他已经在顶点了,你要卷他,那就逼得美国人,欧洲人更加努力,他受不了啊,他不想卷,所以这是根本原因啊,冲突,我认为这是根本冲突,也就是中国是夹在中间,是个夹心饼干呢,下面万山转,卷我们,那我们只能万山卷,我们万山卷,卷不了 那作为美西方,他就不想人家卷,他不想卷,所以他对中国采取一些限制,这是可以理解的啊,这不就是本身就是竞争嘛,那中美之间,这个桥,对吧,又是双方要共建一个大桥,双方中美关系还要发展,中美之间如果不发展,如果闹崩了,那对中美两国不仅是重大损失,对全球都是重大损失,让全球啊,进入动荡不安,所以中美两国还得搞好关系,这个大桥还要建,但是呢,这个桥墩子到处都是,那你中国这个青州啊,本来是一马 一马平川,可能就要撞上这些桥墩,那没有办法,这是客观存在的矛盾,那就看双方两国怎么化解,既要维持世界和平,世界稳定,也要照顾双方经济的发展,就中国经济也要发展,不发展是不行的,大家现在就叫哭不迭啊,为什么,是因为万山卷不上去,受压制,下面流得非常快,都转移走了,所以身在中国的人感觉压力越来越大,机会越来越少,那怎么样破局,怎么样跟美国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,共同发展,良性竞争,也要满足中国的发展,中国的这个产业 升级,你看美国在新能源这块,他就跟中国竞争,这都是双碳经济啊,他也得干,他们叫清洁能源,这是美国对世界的承诺,中国也是一样的,你只要加入巴黎,巴黎这个什么气候协定,那就是承诺啊,而且美国是带头人啊,发起人吧,那美国更得维护啊,他更得干的,美国的这个,叫气候大使吧,叫克里,应该叫克里吧,你看看他在美国说的,他是一直在表扬中国,他说中国在再生能源,在双碳经济这块,已经在美国之前, 远远的走在美国前面,这是美国的气候大使克里说的,他是拜登的好朋友啊,他说美国和西方,就是欧洲加到一起,这个再生能源都赶不上中国,说这个什么意思,就是美国他,既然你是发起人,对吧,你要这个守护或者维护全球的气候,避免灾难,那你得做出版样啊,这就是他的压力,他就得干,所以新能源汽车,他就得补贴,他要大力发展,他要淘汰油车,这不管是算经济的,但是他也不希望让中国走在前面,所以要竞争啊,所以他要打压中国的这个电池啊, 也不能打压吧,反正人家补贴就补贴,不补贴你中国的电池,至少可以说明美国是想竞争嘛,所以说啊,中国的这个青州,遇到了中美关系这个大桥,怎么办,怎么样避免这个周回桥王,怎么样破这个局,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,就是咱们从深论这个角度出发,是希望你能考个高分,能当上公务员,如果你要说什么,这个改革,那个改革,说的不好,你是零分,你认为你说的有道理,但是成绩就是零分,再严重的,说不定,你以后, 都没有资格参加公务员考试了,你再严重一点,连你孩子都没资格参加了,进奶壶不开,提奶壶,当然中国人民呢,追求美好生活的这个青州,遇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中美关系这个大桥,该怎么办,这个虽然是咱们啊,为这个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这个考生啊,分析分析这个题,实际上它也是现实意义的,当下中国经济,怎么办,遇到困难就是这困难,有很多人一说了这个事啊,他就不加分析,他就马上说,哎呀,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,必须要,对吧,从根子上解决, 彻底解决,不行换这个,不行换那个,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,就是至少暂时是不切实际的,我们既然知道有桥存在,我们既然知道桥墩在什么地方,我们能不能避免,丝滑的穿过这个桥,从造桥的一方呢,中美两方来说呢,既然知道这个中国人民啊,得美好生活的追求,那是不可走胆的,是不可胆的, 哎,这是天津地义的,那你的桥能不能架高一点,桥墩,对吧,能不能距离大一点,能容忍这个船过去,或者容忍这个船做角度,速度做调整,能够过去,这不就是双方的智慧吗,说到桥啊,这个俄爹在,是同盟江上嘛,跟朝鲜修的那个铁路桥,同盟江嘛,那个铁路桥,鱼船可以过,货船过不了,或者斩水的时候,你鱼船都过不去,那像这样的桥, 它就是扼杀这个中国啊,吉林那一带的出海口的,东北就没有出海口,像这样的桥,就应该把它炸掉,拆掉,重建,啊,以上啊,这个,所个人的一点建议和看法,供大家参考,好,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,感谢大家收看,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,转发,也可以在下方连接评论,谢谢大家